稀針 包裝鮫оты 橘子 怎樣還是壯天 隱形盤 他還會藥 勝fend 人材 先来介绍这款MSRBWINBURNER的系统效率蜘蛛炉 那这款产品所标示的重点在于防风 它强调说即使你在零线上极高的风速之下 依旧可以保持优异的热能传递 它打开之后呢长这样 有两个说明书 一个是中文版 那另外一个则是多国语言的 炉头材质是金属网 它是将活源转化为辐射热的模式来加热 再借由锅底特殊的鳍片设计 结合起来它更能有效的抗风与防止热能的散失 官方是说一分钟煮备时间只需要4.5分钟左右 锅制本体使用铝合金增加了它的重量 不过因为铝的传递热能效果是比太好好的 外层防烫套是可以偷去的 扣环拉开就可以了 往下拉方便你做清洗 那它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方式 记得使用之前你要检查是否有扣好 再来底座的支架材质使用铝合金与不锈钢 使用弹簧的方式做收纳 只需要抽出来它就可以自动成型 底座连接的孔洞只需要直接拴上瓦斯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 MSR的炉头有别于其他炉头 省去了自动点火的功能 主要是因为这样的设计 到底高海拔地区通常不太可靠 还是必须携带打火机才行 点燃的方式很简单 打开开关你会听到嘶嘶嘶的声音 只需要直接在炉头上点火就可以了 瓦斯完全燃烧 所以火焰会呈现蓝色 但这样在白天几乎看不到 那MSR很贴心设计了一条铜线 当你成功点火之后铜线就会变成红色 那这样使用上不但很安全 也不至于会浪费瓦斯空骚 系统炉附上的PP质小碗容量是800毫升左右 很适合一个人吃泡面使用 那最高耐温可以到105度 即使你是刚煮完的沸水 也可以放心直接倒入 盖子上的这些孔盖 除了可以防止煮水时的暴飞 下方多孔盖方便煮完意大利面后滤掉水 那中间单孔适合过滤咖啡 上方的孔洞则是可以直接对着饮用 那都介绍完了 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收纳吧 就可以完全收纳 总结一下Winburner系统效率蜘蛛炉 这个1.8公升的容量比较适合两个人做使用 那在雪地或是风比较大的恶劣环境之下 或是说你的行程只需要煮水都非常适合 它的总重量是610克 那加上瓦斯230克 就等于整个重量 整体的重量是850克左右 除以2的话 一人大概分重起来是430克 其实430克 对于玩轻炭化的人来说 其实不算非常轻 那不过有个观念就是说 瓦斯其实你可以根据你需要煮的时间来做估算 不用每次行程都带整罐满满的瓦斯 那根据MSR官方数据 你搭配系统资助炉 如果瓦斯是使用 也是使用MSR ISO Pro的瓦斯的话 可以煮 整罐瓦斯可以煮18公升的水 那假设说 我们今天一个人一天煮水的量 早餐如果假设是300ml 中餐400ml 晚餐500ml 相加一天等于1.2公升 那两个人就等于2.4公升 那如果你将18公升除于2.4公升 得算出7.5 也就是说一罐瓦斯搭配系统炉 能够供两个人大概煮7天左右的水 而且还是三餐都煮水的状况之下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登山习惯来 看你要带多少量的瓦斯 那其实总重量可能可以压在350克 甚至300克左右 再来是这款也是Winburner蜘蛛炉系列出的煎锅 然后这款是铝制的 它上面使用不沾锅的涂层 在野外你料理跟清洗其实都很方便 它的尺寸大概只仅21.5 然后高7公分左右 其实还蛮适合煎牛排的大小 然后重量大概240克 一样与蜘蛛炉搭配做使用 然后虽然说它下面的孔洞其实还蛮大的 看起来是不太防风 不过之后使用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把手的部分是使用铝制的把手 然后压一下开关就可以收起来 其实很方便收纳顿山宝这种 那今天介绍的两款都是 MSR Windburner系列的 那它其实是Reactor后面推出的产品 那主要是号称完全防风 那虽然是在MSR的产品当中 蛮受好评的产品 图片中第一个是大锅 那因为我没有买这个产品 所以简就不多做介绍 那刚开箱有的煎锅240克 加上后面的1.8升锅具加瓦斯 总共total是1.09公斤 那两个人分种下来其实也才500克 那你要蒸东西或是煮什么东西 其实都非常的快速 那唯一可能就是差在没有办法煮白饭 毕竟它是效率炉嘛 火其实蛮大的 那煮米我想应该还没有熟就超会大 不过我想应该可以用煎锅用炖饭的方式 之后再来试试看 好啦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下次户外料理见 拜拜 拜拜